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李璇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新北市三重惊传的灭门惨案 祖孙三人被发现成尸在家中 分别是69岁的刘姓妈妈 30岁的陈姓二女儿 还有3岁的陈姓男童 在今天下午 这案件有重大的进展 关键人物张庆女婿半失五天 她带着爱犬南下逃亡之后 最后在台中入望 至于才被杀害的老婆 也就是30岁的陈姓死者 最后身影也曝光 穿着百色上衣 一身轻便搭电梯 她就是30岁的陈姓女子 4月30号下午2点33分 监视器拍下她当时下楼取餐 想不到这近是她的最后身影 隔天惨遭杀害 警方寻邪逮捕她的丈夫 三次灭门命案中的重要关系人 张庆男子 边缘警大声鹤令团团包围 黑衣男子 牙手牙脚控制行动 张庆男子一次狠心 杀害全家后 南下躲进这间台中的日足套房 房内除了有他 还有一只博美犬 从台中北上被带回三重分局时 双手被上口 张庆受邪人 仍警报着爱犬 人民不及狗相当淋泻 还原整起事件 陈姓女子在家中排行老大 因为迟迟联系不上母亲 11号与警方破门入内 却惊见母亲妹妹和妹妹的三岁儿子 明显死亡 被被单捆绑 棉被覆盖 小朋友嘴里还被塞了毛巾 死亡时间预估7天以上 死状相当诡异 大门还被繁琐 怀疑是熟人所为 邻居曾透露 故去看过小孩脸上有淤青 怀疑是张庆男子 攻击他所留下 张人动机更是骇人听闻 疑似怀疑妻子劈退 活活将他给掐死 隔天再将岳母和妻子给杀害 甚至半时五天才带着爱犬 将还逃亡 案发17个小时内 迅速将重要关系人张然查气到案 张姓女婿有诈欺前科 同时也是诈欺通气犯 才把账户卖给诈骗集团 目前被列为禁止状态 为情为钱痛下杀手吗 方案斗机手法 警方要抽丝拨检离情